最近陈一涵因为在微博中晒出了一组照片 让网友们争议不断 日前陈一涵去甲金文家做客 然后晒出了几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是陈一涵和布布的合影 第二张是陈一涵和布布还有修杰凯的照片 就是因为这张照片让网友们争议不断 在这张照片中 陈一涵亲密地搂着修杰凯和布布合影 宛如一家三口 然而网友就纷纷表示 陈一涵这样亲密地搂着甲金文的网友 她的老公似乎有一些不妥 不过虽然网友们热议不断 但是甲金文却非常的冷静 她在陈一涵的这条微博底下留言道 要尝尝回来妹妹们啊 我们也很想你 一定要幸福啊 就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就宣示了自己的身份 其实在娱乐圈中 有很多的明星夫妻都遇见过类似的事情 早前二姐张心意在参加某节目的时候就爆料过 曾经有一个女艺人很喜欢袁红 但是因为没有追到就四处诋毁袁红 这个女艺人还曾亲密地称她为袁小妹 这让网友们想到了孙肖肖 因为之前孙肖肖曾在微博上晒出了与袁红的合照 就称其为袁小妹 不过要说最霸气护肤的就要属英才儿了 早前英才儿曾在微博上称 乱称兄道妹的 好像不尊重已婚人士的家属吧 原来是有一位女艺人经常跟陈小春互动 还以兄妹互称 所以参用了英才儿的这个捍卫自己的家庭的微博 不仅如此 英才儿更说 哪个女的敢发奇怪的短信或照片给陈小春 她就要在微博发名字和电话了 看到英才儿的这些事 想必那些跟陈小春有亲密互动的女星们 都会自动退出了